今年是大年初一 早上起来 直奔我这花 不知道能不能活了 我把那些 这些死的叶子都给它摘掉了 先别扔吧 留着吧 万一活的呢 这是我跟老张的早饭 一个鸡蛋 一个老玉米 然后再做点水 冲点黑豆粉喝 就这个 没有味儿 什么甜味儿 什么味儿都没有 就是黑豆 再来个鱼椒 它那个鱼椒 桂圆的 我这是椰子的 是不是快叫王府井了 还是过了 这边就是王府井啊 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老张头 老张头 哈哈哈哈哈哈 累了啊 我还不喝呀 不喝 谁都不喝 那你要不喝谁喝呀 绿灯幕口要沾 大家好我是蓝蓝 今天串了五个门 明天还要串 后天还要串 因为疫情嘛 就这几年嘛 都过节也都不走动了 怕互相之间传染 所以好多年没见了 这一见吧 特别亲 而且一见发现吧 都老了 而且孩子们都长大了 有的结婚了 有的孩子 有了孩子 那我今天呢 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就是 跟大家分享 去之前呢 我们家老二的说了 妈 去了好好表现啊 您做饭 嗯 为什么呀 那我奶奶不可能让我们干活啊 对吧 不能让我奶奶生气啊 因为以前呢 隔代人疼孩子嘛 就 孩子们去了 是什么活都不想干 就是 做好了 他们就坐那吃 晚也不用他们摔 所以我就很气不过啊 我就觉得 太惯孩子了 但是我今天一去呢 我去厨房一次 婆婆就把我轰出来 我去就把我轰出来 两个孩子呢 就心疼奶奶嘛 就老说 妈你到时候去厨房做饭呀 我说我去了 她给我轰出来 她不让我在厨房 然后他们俩去了 然后我婆婆就 你俩做饭 孩子们从来不让奶奶生气 所以他们俩就在厨房忙活 老二呢 今天炒的菜 老大呢 刷碗 我跟他奶奶呢 就在客厅我们聊天 心里哈 我说我奶 什么奶 我说这回我婆婆哈 终于不再管孩子了 然后呢 今天一天哈 也没干活 嗯 其实我不怕干活 我就觉得哈 真的不能管 你都那么大的工作了 一个都成家了 是吧 嗯 奶奶老了 妈妈也老了 孩子们应该能够做一些事情了 别说炒台挺好吃的 弄了一桌子 挺高兴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教育孩子方面 我就觉得哈 真的就是两代人应该保持统一哈 因为以前我为什么对我婆婆有意见 就我觉得隔代人们的太疼孩子了 就有点溺爱了 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婆婆突然就转变了 哎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我觉得我婆婆特别可爱 挺好 新的一年哈 有个好的兆头 如果您是姥姥啊奶奶呀 不要管孩子 你管他就是害他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